這張佛牌也好 佛卡也好 是屬於理事外的境界 我們如果戴在身上的話呢 我們就等同跟阿彌陀佛在一起 所以這個身上戴著佛牌 或脖子掛著身上戴著佛卡 脖子掛著佛牌 自然就是跟阿彌陀佛在一起 跟阿彌陀佛同出入 濃縮阿彌陀佛的護佑 可以讓我們出入平安 也讓我們增長福德因緣 以及消除業障 在給大家的佛牌跟佛卡當中呢 有一張這個佛牌跟佛卡的故事 大家可以利用時間呢 把這個故事把它詳細看一遍 就能夠增長我們 對阿彌陀佛的這個本身的功德功能 以及念佛的利益 同時佛卡佛牌自然所顯出的功能作用 就能夠理解 所謂理平現身 道理如果清楚了解的話 信仰呢就能夠深入 就能夠堅固 就能夠增長 因此呢 學佛也好 學佛也好 學任的事情也好 首先 要能夠了解 他的道理 有關這個佛卡的故事 我來 畏畏說一遍 同時呢 來發揮他背後的意涵 在這個十六年前 大陸成都的地方 有一個年輕人 他姓羅 他最後皈依的法號 叫做佛恩 所以人家稱他羅佛恩居士 那個時候 他是23歲 九月間 他呢 離開成都的家鄉 所謂離鄉背景 要到國外 遠渡重養 一個人 到南非的 約尼斯堡 去那裡打工 那 要離開家門的時候呢 由於他的母親 是俗佛念佛的人 那麼 天下之間呢 恩愛 最重的 就是母子 尤其是母愛 是天性 所自然的 今天 自己 心甘寶貝的兒子 不但遠離家門 而且重度 江海 要到 南非 那麼遠的地方去 打工 賺錢 做母親的 人員 會 掛戀 不適合 最重要的就是 擔憂 這孩子 在外的 身體的 健康 平安 等等 所以這個孩子要離開家門 這個學佛念佛的母親 就拿出一張 小小的這個 佛卡 千叮臨 萬祖父的 說 把這一張佛卡 隨身攜帶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 不管 每人在哪裡 阿彌陀佛跟著你 而且 母親 在家裡 練佛 由於你身上呢 也有佛卡 那麼 母親所練的佛 隨時 隨地 都能夠 跟著你 感應 到家 所以呢 這個 交代這個 孩子 一定要把 佛卡 帶在 隨身 帶在 身上 那麼這個 羅佛恩呢 他呢 也很有孝心 一方面呢 不忤逆 母親 一方面呢 也隨順 母親的心情 所以把這一張佛卡 放在皮夾 那這個皮夾 兩邊呢 一邊是佛卡 一邊呢 就是他 父母的 相片 那 他呢 每一天 啊 要 上班 之前 就會呢 合掌 認著佛 也就是 他平常下班回來 就會把皮夾 攤開 一邊是有佛卡 一邊是 父母的 相片 把這個皮夾 攤開 放在他 睡覺的 頭頂的 木箱上 啊 那麼 早上 要出門的時候 他就會先 跟著這個 佛卡 以及 父母的相片 就 合掌 啊 說 我媽 我一定會努力 我一定不會讓你 失望 啊 然後呢 依照他媽媽 所教導的 對著這個佛像 恭恭敬敬地練三身 美慕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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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就把皮夾 放在自己的口袋 就 上班工作而去了 那麼那一點的這個 十二月二十五號 也就是 一旦節 一旦節 他們那個國家 是放假幾天 那 他們 大陸 過去的 好幾位打工的人 就起哄 說 就這麼多天的假期 一定要到 各地去 觀光 遊覽 啊 將來 回家的時候 才可以跟人家提起說 曾經在南非 到過哪一些地方去啊 那麼 他們 就開著一部 相情車 這部相情車 只能過坐八個人 可是呢 他們擠進去了十五個人 可以說是嚴重的 超載 那麼不相情車 擠上十五個人 開在路面上 如果開快車的話呢 那是 很不穩的 或左右搖晃的 好 當他們開上 高速公路上的時候呢 有雨 那個時候的 南非高速公路 又寬 又平 他 他 是排名 世界 前三名的 同時呢 也沒有什麼 車子 所以 他們 年輕人 一路開車 就飆車起來了 開得很快 而且呢 一方面 一方面在寒 寒 一百七十公里啦 一百八十啦 兩百啦 兩百 兩百零五啦 可是呢 所謂 肉脊聲碑 剛好 開在這個下坡 轉彎 的路段 同時呢 又開到 兩百多 那麼 車子 鄉親車 坐了十五個人 相對來講呢 是 車子小 而 人多 力量重 所以 不能夠平穩 在下坡轉彎的時候呢 就 發生車禍啦 怎麼車禍呢 整個車子 就滑出去了 等於拋袖球一樣的 拋出去了 那麼一直翻滾 一直翻滾 翻滾了大概 兩三百公尺 才 停下來 結果呢 車上 十五個人 十五個人 當場 死去了 十四個人 其中 有一個人 他呢 一半 平安 沒有 這個 重傷 而且呢 只不過是 皮膚 擦傷而已 啊 各位朋友 這個人 是誰啊 羅佛恩 羅佛恩 回憶當時的情況 他說 一切發生的太快了 啊 反應來不及 就像小孩子 玩這個 拋袖球一樣 啊 拋石頭一樣 這個 把石頭呢 綁著繩子 在頭上呼呼的轉 然後一圈又一圈 越來 越快 突然間 線斷了 整個石頭呢 突然間飛出去 不曉得 飛到哪裡了 啊 就像 那個樣子 所以 發生 車禍的那一叉那間 來得太快 混音不及 他的頭腦呢 是一片空白 啊 只記得 在 很危險的瞬間 可說千軍無法之際 他喊了一聲嗎 這時候呢 看到一道的光明出現 自己就完全被這一道光明所包住 那麼人呢 好像沒有什麼重量 所以當下 也突然間沒有什麼恐懼 所以就是這樣他呢 這條生命 可以說呢 大難不死 也可以說呢 起死回生 論當時車禍的嚴重性 應該是全部離難 沒有一個人能夠倖免的 那麼 為什麼 只有何居士 一個人 他呢 軟去這個死難 同時身體也沒有什麼重傷 大家都在議論紛紛 結果呢 大家認為 是他身上所帶的 阿彌陀佛的佛卡 來放光 來保護他 大家都這樣的這個認為 按此呢 大家都在找這個佛像 找佛卡 但是 那時候 那個時候的 人會 約翰尼斯堡 沒有寺院 只有佛光山 在那裡 蓋一個 南華寺阿 那麼大家找這個佛像 佛卡 只要書上 只要書上 有這個佛像 菩薩像 乃至 唯陀菩薩的佛瓦像 或者一般神明的像 大家就把它剪下來 然後攜帶在身上 那麼這一件事情 傳到我們這裡 我們知道呢 就印了兩萬張的這個佛卡 然後後面呢 有說明 念佛的利益 一半呢 送到南非給他們 一半送到大陸 那我們呢 現在來討論這一件事情 可以說 羅侯昏呢 一方面 是他母親 念佛的庇佑 有人家 沒事嘛 只要在家裡念佛 就能夠超度祖先 也能夠超度兒孫 也能夠庇佑親人 出入平安 逢胸發脊 這個遇難成想 同時也由於羅侯恩的孝心 孝心 再加上他呢 每一天早上 都會向這個佛卡合掌 然後恭恭敬敬的 念三身 南無阿彌陀佛 結果呢 阿彌陀佛 在他臨尾的時候 就來保護他 使他免去這個災難 尤其是免去這個生死的大災難 那麼這個事後呢 羅侯恩啊 他感受到人生的無常苦空 所以他上班之餘 一有時間 他就到南華寺去當義工 打掃環境啊 或清除這個衛生間啊 那如果有看到華人 他就會雙手的奉上一張佛卡 而且不斷重複的講他 濃收阿彌陀佛的保護 大難不時的故事啊 天下 天下最貴重的是什麼 生命 世間最悲慘的是什麼 殺生生命被殺 可說呢 生命的價值貴重 是世間上任何寶物 所無可替代的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這只有一次的生命 是成就一切事業的前提和基礎 我們要求學 創業 要結婚生子 或者是要立德 立言 立功 每次要學佛 修行 了托 生死 都需要靠這個身體的存在 沒有物質性的身體存在 正而的事情都無所依陀 很明顯的 生命的存在 是人生中最大的利益 有生命就有一切 有生命一切就有意義 沒有生命就沒有一切 沒有生命一切也沒有意義 再大的代價 能夠換回生命 那都很值得的 能夠救命 屬命的 必定是最高的價值 最過重的事情 這個羅居士他大難不死 救回一條寶貴的生命 他不花一毛錢 他也沒有行善基德 他也沒有皈依吃素 也沒有聖經拜禪 也沒有聖經拜禪 也沒有持奏修法 也沒有在寺廟點燈 也沒有在道場請師父做法會 所以他只是什麼 只是認佛 他大概一天就是認兩次 頂多認兩次 那一次呢 認三生 那一共呢 一天大概就是認六生而已 這樣的話呢 也能夠消除災難 尤其是消除生死的災難 我們都會認為 能夠消除生死的災難的這個法 應該是最殊勝的法 一般會認為這樣的法呢 是應該很深奧 而且很艱難的 而你知道 只是認佛而已 認佛很簡單 很容易 功能又很殊勝 很超越 能夠滅除生死的災難 等有皈依沒皈依 有吃素沒吃素 有吃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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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 道德修行等等 這一些呢 都沒有關係 難民 了幼 至於 閒不孝 都能夠 戀佛 所以戀佛本身 它呢 很單純 很容易 假設 需要皈依 次數 形善積德 才能夠 獲得 消除 生死之座的話呢 那麼 戀佛 大家都能夠 做得來 可是 只要戀佛 大家都能夠 做得來 不論 任何人 任何時候 任何地點 任何情況之下 都能夠 戀佛 那當 戀佛 就能夠 增長智慧 就能夠 消除 業障 就能夠 滅除 災難 就能夠 保平安 最後 得到 阿密特佛的救度 就讓我們 到 極樂世界 永遠離開 對到 生死輪迴 一旦到了 極樂世界 也就能夠 快速成就 佛道 可以說 任何 下手呢 很容易 可是 成就 很高超 用力很少 但是呢 效用 卻很快速 不過 就羅赫恩來講呢 應該 她也受到 母親 戀佛的批運 不只是她 個人 而已 不過 她的孝心 還有她對佛的 恭敬 也有她一定的 作用 那麼 剛剛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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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認佛 跟 皈依次數 跟 慈戒修行 跟 智慧道道 是無關的阿 這並不是否定 不用 皈依次數 不用 慈戒修行 不用 增長智慧 提及 這個 福德 不是那樣說的 只是 強調 戀佛的殊勝 戀佛的簡單容易 戀佛的能夠 普遍化 能夠 普傳 能夠 救度 任何的人 是 就這一點來講的 一個 學佛 戀佛的人 往往 第一呢 就會先 皈依 因緣 許可的話 也會吃素 不許可的話 也會盡量呢 吃三淨肉 而且 即使沒有受五戒 也會盡量呢 不犯五戒 同時呢 行十善 會呢 隨分 隨遠 隨力的 行善 積德 增長自己的道德 人格 也增長自己的智慧 隨佛 任佛的人 都會有這種取向的 只是 現在我們 來談 任佛的功德 因此呢 以 任佛 來跟其他做一個比較 讓人家曉得 任佛的聖意 就電佛的殊勝 高超 跟電佛的單純 簡單 容易 來使任何人 都能夠來電佛 依靠 那麼阿彌陀佛 這樣即使 他其他做不到 或做 可是做不圓滿 最後呢 也能夠沒有吹陷的 了脫生死 離開六道 輪迴 往生成佛 達到學佛出家修行的目的 達到人生的目的 也就是說 任佛 是所有人最後的希望 任佛也是達成人生目的 學佛目的 出家修行目的的 最好的方法 這是有關佛卡 再來講這個佛牌 佛牌的利益 這件典故呢 也是發生在大陸 大陸有一個寺院叫做洪院寺 他是在 坐落在安徽省宣州市 宣州市 他的住室叫做敬宗法師 我們這一個法門 在大陸 洪傳的普遍度 超越台灣 信受這個法門的虔誠度 也超越台灣 主要是靠誰呢 是靠敬宗法師 他在那裡大陸的洪傳 靠宗法師出家 就出我們這個法門 鑽學 鑽修鑽宏 我們這個法門之後呢 他的姐姐也跟著出家 他的姐夫也跟著出家 他的妹妹也跟著出家 他的妹婿也跟著出家 他妹妹的兒子也跟著出家 他的弟弟也跟著出家 這是由於這一個法門的殊勝 讓他們覺得出家隨著一個法門 以出家生弘揚這一個法門 更能夠利益自己 更能夠利益廣大的群眾 所以他們就現出家鄉 那麼他們的故鄉 叫做連州村 故鄉裡有一個殺豬的人 這個殺豬的人 他不是男重 是女重 這個女重呢 他長得很高 很愧違 也很有力氣 一條豬 兩百公斤 他可以雙手 把這一條豬 一拉就拉起來 他家 在增蓋房子 但是他可以呢 右手夾一包水泥 左手也夾一包水泥 然後走上這個二樓 這可見他的力大無比 可是他個性 脾氣很暴躁 三不五時 就跟人家對立 衝突 很容易發脾氣 同時 行為也很不好 看到他喜歡的東西 沒有經過人家的同意 就給人家拿回家去 那往往人家呢 也不敢跟他太過計較 因為曉得他是 是完不講理的 只要他一發起脾氣 把這個殺豬刀 往桌上一拍的話 對方呢 就不敢滋生了 那敬宗法師 有一個妹妹 這個妹妹呢 還沒有出家的時候 這個妹妹是 是嫁到這個連州村的 還沒有出家 他就先吃素 也常常練佛 那麼這個殺豬的女人 人家都稱他是殺豬老 這個殺豬老呢 就跟他說 你吃什麼素 肉這麼好吃 你不吃肉 還有練什麼佛 天下之間沒有什麼因果報應 如果真的有什麼鬼神 或報應存在的話 老早就報應在我的身上了 我殺豬幾十點 還不是身強力壯 活得這麼好嗎 就這樣績笑敬宗法師的妹妹 那敬宗法師的妹妹 也不敢跟她 理論講理啊 就只好隨她去 曉得對方呢 是講不通的 可是真的沒有因果報應嗎 很快就來了 但她講這一些 批評績效的話之後 沒有多久 也就是2004年的2月份 這個殺豬老 突然間呢 不曉得身上什麼病 看了大小醫院 那時候 吃了很多藥 都治不好 把所積蓄的錢 都發光了 也治不好 治不好怎麼辦呢 人在窮困的時候 都會去求神問補 結果 求什麼神問什麼補 也一點都沒有效果 那個時候呢 就想到敬宗法師了 於是就找她的妹妹 她說 請你帶我去見你哥哥 我也要歸一了 那個時候呢 她妹妹把這個殺豬老 帶到敬宗法師這裡來 敬宗法師一看 也嚇了一跳 因為這個人 本來就在鄉村裡面 大家都曉得她的 那現在一看她呢 可以說人嘛 矮了一大截 而且精神是很憔悴 臉色 黑都很嚇人 以前那種英雄氣概 一點都不存在了 現在跟以前對比 完全是像兩個人一樣 一看 那人家覺得 她大概活不到一個月 原來她身上得的是一種怪病 全身腫得像吹了氣 跟豬一樣的肥胖 那麼每一個星期到醫院 所有的潛度發光了 癌治不好 那麼 那麼 也 很容易這個 吃飯 跟這個 喝水 喝水 喝水果 都不敢吃 為什麼呢 因為 怕 越來 越胖 那麼 現在 現在 來找靜忠法師 靜忠法師 靜忠法師 一看 就 展身 同情之心 就安慰她說 哎呀 歸一好啊 你來得好 那麼 你先跟佛 拜三拜吧 那麼 對方就說了 哎呀 我站著 都還要人福 怎麼能夠拜呢 不拜醒嗎 那麼 靜忠法師就說 是啊 是啊 那麼你點頭問個訓就好 然後就坐下來 跟她受完了三規之後 那靜忠法師呢 就跟她講 講這個 善惡報應啊 雖然是因果啊 六道輪迴啊 還有有鬼神啊 有佛菩薩啊 啊 以及 阿彌陀佛的慈悲啊 指動 平等 無條件的 救度啊 只要能夠信受 阿彌陀佛 只要能夠練 那麼阿彌陀佛 現世啊 就能夠 消災解惡啊 就能夠 卻病嚴臉啊 那如果真的 受病已經到了 也能夠蒙縮阿彌陀佛的接引 能夠順利安然的 往生 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一方面呢 能夠 免除 這個 災難 病苦 一方面呢 也能夠離開 六道的輪迴 得到 永恆的生命 自在的 生命啊 就跟他講這一些道理 但是呢 看得出來 這位沙豬老 他 只是求 他病能夠好 啊 並不太在意說 要練佛啊 要求生極樂世界啊 不過呢 在 在 離開的時候 敬中法師 就給他呢 一個這個 佛牌 給他掛在他的脖子上 又拿了一串 一百零八顆的 練珠給他 然後呢 要他呢 這個 平常 多練佛 既然呢 求醫 看醫生吃藥都沒有效果 那麼 這很顯然的 就是 夜障病 既然是夜障病的話 只有練佛 能夠消夜 夜消病才會好 看醫生吃藥是沒有效果的 就跟他講這一些道理 那麼 就在那一年 三月份 清明過後的第三天 這個殺豬老 他呢 白天 在家裡面坐著 因為 他也不能到外面工作啦 白天在家裡面坐著 他右邊呢 是放一個 一個 壇虎 他偶爾會吐壇 也會吐穴 那麼坐在那裡 右手呢 就拿著練珠 突然間看到門口 來了三個人 三個人 各位學員 這三個人是誰啊 三個人 三個人是三個鬼 三個老鬼 站在中間的 年紀比較大 看起來五十多歲的樣子 上身 穿這個黑色的衣服 那兩邊的這個鬼 比較年輕 右邊的鬼是哪一條鐵鏈 左邊的鬼呢 是端著一碗湯水 中間的老鬼 就命令左右兩邊的小鬼 首先 命令右邊的小鬼說 過去 把它套起來 就用鐵鏈套起來 然後左邊的小鬼呢 過去就 將這個湯藥呢 從本來的口中灌進去 就這樣吩咐 可是 當右邊的小鬼 拿著鐵鏈 要來套這個殺豬老的時候呢 套不住 怎麼套不住呢 因為 這個殺豬老胸前 有掛著這個佛牌 這個佛牌自然呢 放出這個光明 這個光明居然能夠把這個鐵鏈 掃開 所以這個鐵鏈 掛他的脖子掛不住 他呢 就把這個鐵鏈 要掛他的這個腳 要鎖他的腳 那麼殺豬老 他右手是拿著 煉珠的 他就用煉珠去擋他的鐵鏈 一擋鐵鏈 鐵鏈也被煉珠掃開了 可是呢 碰到他的這個腳 所以 事後呢 他腳被鐵鏈碰到的地方 一片烏黑 一片烏黑 很久都不能消失掉 那麼 這個鬼拿鐵鏈套他不住 套他不住 小的 有佛在保佑 所以呢 他們就離開了 離開了 離開了 那麼這一件事情 顯示什麼呢 他身上掛著佛牌 佛牌也能夠放光 那佛牌放光 我們平常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在必要的這個時空之下 才能夠看得出來 也就是什麼呢 因為佛牌 是屬於正能量 也就是陽氣很重 是屬於陽 那在陰的地方 有鬼魂的地方 尤其是鬼魂一接近的話呢 他就被這個陽氣擋住了 甚至被這個光明 光明掃開了 所以 有這種功能 那我們肉眼 凡夫的肉眼 是看不到這種光明 尤其是呢 我們都在這個境界 這個境界叫陽間 陽間所看到的 彼此都是陽間的景物 我們看不到陰間 那麼陰間可以看到陽間 陽間看不到陰間 陰間叫做明界 明就是黑暗 好像這個北月窗 北月窗 裡面的人可以看出去 但是外面的人不能看進來 那麼這個明界 陰界 陰界的鬼魂 一旦碰到佛菩薩的能量 他就接近不來 那麼如果遠的話呢 這個鬼魂 也會被這個佛的光明動化 所以 掛上這個佛牌 戴上這個佛卡 自然身上呢 也就有佛的這個佛的能量 正能量 跟隨在我們的身上 遇到某種不好的靜遠的時候 就能夠超越 而且 逢胸發脊 遇難成想 那麼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這一節就講到這裡